開始說聽到不能上學 我真的是非常難過 因為學校真的是 對我一個很重要的地方 我也很想去上大學 跟我其他朋友一起 一起讓自己變得更好 然後可以幫助到社會 我回饋更多人 用盡全身力氣 表達對外界感謝 海大附中抗癌鬥士林同學 說出心裡的話 大家都說什麼是微博之力 喝小錢 可是這真的對我來說 是非常大的幫助 因為這件事 真的會關係到我以後 哇 好棒 好棒 一旁的副市長邱佩玲 給予大大擁抱 鼓勵林同學要加油 市安府會作為最強的後盾 我去年11月份看到靖遠 就非常感動 也跟龍總聯絡 龍總告訴我的時候 我覺得靖遠的勇敢 值得我們佩服 剛才靖遠講的 我都要掉眼淚 我覺得 我們才做出 這麼一點點的事情 他會感激到這麼大 我覺得我們應該做更多才對 海大附中林同學去年7月被診斷出 罹患重大惡性罕見腫瘤 同年11月 金融市政府和周大關文教基金會 籌募15萬元抗癌基金 市府持續聯繫社會各界尋求幫助 近日得到天險公和立昂公司支持 分別捐助20萬元 作為林同學的抗癌基金 本來不認識這些林同學 那今天看到他身體這麼瘦小 我覺得有點 老說因為我們都是有小孩的人 以後他有困難 如果我知道 我會一不容辭的再來幫助他 胡市長的一句話 那我們就跳出來了 雖然我們錢是不多 但我們是一個 很愛的心意 一點小小的錢 深福感謝各界的捐贈 也佩服林同學勇敢面對挑戰 深福舉辦了致謝見面會 副市長邱佩玲 呼籲更多企業和個人一起捐贈 我覺得他非常了不起 院長也告訴我說 他在這個治療的期間 真的是非常勇敢 要面對所有的一切不舒服的狀況 還能夠保持一個優越的努力 往上的心是很困難的 那我覺得這樣的精神 在基隆很需要被鼓勵 也希望校長們多協助 那真的很感激 那一通電話就願意協助基隆 讓每個人變更好的善行者 真的很謝謝你們 再一次真的致上 謝國良市長最高的敬意 據了解林同學已經完成 第一階段的治療 花費了160萬元 第二階段的治療費 估計要70萬元 上有30萬元的缺口 市任府持續聯繫社會各界 期盼社會一起伸出援手 記者黃紹明記錄報導